接下来看到瑞穗乡步行村森林小火车 因为没有取得使用执照而停驶 那么经过社区发展协会三年多来的努力 上周呢终于取得县政府核发的使用执照 即将在春节期间正式恢复营运 那么社区理事长杨清茂感谢各界的支持 也欢喜宣告农历过年森林小火车 副使服务不打烊 邀请大家前来走春赏景 因为不符法令规定而遭 县政府禁止营运的复兴村森林小火车 在社区发展协会积极奔走努力下 上周终于取得县政府核发的使用执照 理事长杨清茂感谢各界的支持也欢喜宣布 农历过年森林小火车重新启动服务不打烊 那因为当初早期不知道在申请使用执照 所以说呢后来经过我们县武工们就在说 必须申请合法的使用执照 所以我们就这两三年可以说一路走来 真的是非常用心 那透过层层的这些努力之后呢 让我们现在呢 政府花园县政府已经正式的核准 我们已经取得使用执照 可以在意气在春节就开始来运作 瑞瑞乡复兴村森林小火车因违规营运而曾遭县政府开罚30万元 并勒令停驶 虽然重击社区信心 然而危机就是转机 在停驶的三年期间 社区团结一心 足以优化园区服务设施以及环境 而如今使照到手 复兴森林小火车现在也正式复始 社区也如愈活凤凰般重生 期待在线社区成业风华 过年春节过年期间呢 我们其实都不打烊的 我们除了储蓄休一天 再来我们每一天都有在营业 这里头当然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多了一个 一生一世幸福小火车的小火车可以搭车的 再来我们有油盐车啦 我们也提供团餐 比方说盒菜啦 以及我们的一些伴手礼等等 这些都能够让大家来到这里呢 能够把服务的内容 提升的更好一点 那当然啦 我们复兴社区非常的需要 大家给我们提息跟支持 2016年复兴社区在水保署 农村再生计划的支持协助下 打造总长1314公尺的森林铁道 社区协会推广森林铁道小火车 经营的有声有色 虽然因为不服法规而遭停驶三到四年 不过现在社区取得了使照 也让森林小火车 合乎法令规定 今年重新开张 要提供游客民众一个活动休憩的好取出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瑟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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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